小妹妹 结属的人怎么都死了 还有视频最后的那个男人的背影 他是谁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他就是那些意外杀手的手女 白夜 看来大哥的担心是对的 他竟然敢真的入境了 这次尹家的人 危险了 那 那 那赵哥他们是不是很危险 倒也没有那么危险 就算是白夜来了 我不是还在这里吗 我也早就想要聚会会他了 早就想跟他打仪价了 哦 是吗 你想跟我打一架 你快走 他敢动一下 他就死了 你信吗 想杀我 你还不够格 好 赶紧跑 你又是谁 小妹妹 快滚 两亿军 因潮哥的合伙人 也知道很多东西 他也必须死 你碰他一下试试 不好 两尊半不黄结 好大胆子 而几乎就在 无比凉重地盯着那块屏幕看去 半步黄疾 三尊 尤其是那两尊敌对的 他们居然都敢潜入我华下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爷爷他们过不来 被牵制住了 可恨了 我实力太过低微 根本什么忙都帮不上 天生 怎么办 我们出去的只会让灭大人分心 就跟那的冷义军一样 我们出去的没有任何用处 而且恐怕我们连他们交战的余波都挡不住 那怎么办啊 如果灭大人挡不住的话 这个堡垒也根本挡不住对方呢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尹家一个也留不住 我们的任务也就失败了 呵呵 找到你们了 万娜 我银甲灭了 我这一生有些遗憾啊 他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 想见的人没见到 喜欢的人都不认识他 他就死了 但就在下一刻 一道高大宽阔的身影 让他猛然睁大了眼睛 在夏天神殿路 敢杀我兄弟 你招死 哼 你终于来了 出手 你伤势太重了 拦不住的 何必呢 鲁天王 尹昭哥必死 你来了也没用 哈哈哈哈哈哈 哼哼 我要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赶紧逃 拼命的逃 你们是有帮手来了 灭天王 你真的以为你们再来一尊半步皇级的天王就能杀了我 呵呵 你想多了 哼 哼哼 是你想多了 我什么时候说 我要等的人 是我们天神殿的天王了 是我们天神殿的天王了 晚了 你现在连逃命的机会都没了 糟糕 不是天王 是天神殿殿主 半年前就斩杀皇级中期的至强者天神殿的殿主 不好 就是你想杀我的兄弟 对吗 什么 天神殿殿主 别跑 路 你去守护尹昭哥 不要让他死了 是大哥